收集了近期十款新史蒂游戏 全新的价格 希望能让你堆积成山的愿望清单有所松动 灵魂之舞 新史蒂二五折二十九元 意大利产的泪鬼祭动作游戏 粗看女主有着搭建的风采 实际游戏中玩家需一人控制双角色 姐妹俩协同作战 一个善于各种近战和华力连断 另一个则善于控场远程输出 又有点尼尔机械纪元的影子 鬼无魔影 新史蒂对折九十九元 经典同名生存恐怖游戏的重制版 采用双主角之推进主线 游戏的转场和寂静方式非常优秀 演出氛围可圈可点 庄园作为预现空间在各种异世界间切换 给人一种在现实和幻想之间反复游走 散植株不清零的恐惧打 克苏鲁未十足 沉睡 捕图腾心史蒂五折 到手三十八元 Starsis宇宙下的第三作 游戏保留了前两作的科幻恐怖独特设计 承袭了探索冒险玩法 以及丰富的关卡抑制解谜要素 通过细致的冒险场景 全语音对话 大量揭示故事背景文本资料 以及穿插在冒险进程中的过场动画 刻画了一个沉浸感世俗的类型科幻世界 三人三线同时并进的系统 大大提升了游戏的解谜广度 95%好评如潮 强烈推荐解谜游戏爱好者入手 书行者 新史第一物者29元 又是一款高分叙事解谜游戏 93%准好评如潮 本作构建了一个围绕着图书展开的世界观 玩家通过第一人称和让地视角的切换 进入到不同的树立探索 盗窃客户指定的物品 恢复自己的写作能力 游戏还用了传统的回合制战斗 玩家可以消耗身上的墓水 来发动技能攻击敌人 有点像有战斗的吉勒迪斯科 不过题材完全不同 只是长得像而已 尼克全明星大乱斗二 新史第九折 到手仅16.8元 收录了海绵宝宝 忍者神贵 加飞猫 将士神通等动画角色 对战动作派对格斗游戏 登场人物众多 必杀季华丽有趣 是非常欢乐的和家欢家庭聚会游戏 另外本作在单身战役模式中 加入了rogelike要素 即使没有家人 也能一个人玩哦 Elix 2 新史第33折 54.5元 开放世界科幻RPG游戏 玩家扮演主角贾克斯 对抗马切兰新的威胁天启者 玩家在里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NPC 而基于和他们的互动及选项 将会决定他们是否会成为你的朋友或敌人 战斗方式则融合中世纪 以及近未来的多种武器选项 玩家可以自由决定近战 亦或中远距离战斗 科幻版的传统美式RPG 按黑血筒散 本作承接一代续章剧情World被囚禁 二代Death献祭 怒解独自情网人间追杀七宗罪的故事 游戏对地图解谜以及要素收集做了优化 降低解谜难度 强化了战斗表现 有点倾向于累魂游戏 三代比前两代有了更多可消耗的功能性道具 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有更多的应对手段 游戏新史第2折 到手减26元 毁灭全人类 本期节目折扣力度最大的游戏 即一折15.9元即可入手 玩家在游戏中扮演一名小会员 对地球实施各种邪恶的入侵计划 剧情有着相当浓厚的 美国八九十年代B级Code片气息 添加了不少外星人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元素 以及现实传闻作为彩蛋 玩法简单粗暴 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和超能力几乎构成了本作近九成的玩法内容 游戏93%准好评如潮 推图列车 86%特别好评的策略游戏 新史第5折 到手68元 游戏讲述身在俄国的杰克斯洛伐克军团通过重重阻碍 回到祖国的故事 游戏玩法本质上是RTS加模拟经营两种模式的结合 一个是探索和剧情方面的战斗采用RTS战役 另一个是部队的经营管理 火车就是你的大本营 收集物资 整修列车 处理突发事件 培养部队士兵 还需要配置不同的队伍类型 应对不同的资源探索 咒语力量 征服IO大陆 新史第5折54元 回合至策略游戏 玩家扮演一名意外继承了法师塔的毕业学徒 通过金棉法术书 破建法师塔 创造魔法物品 招揽仆从事例 占据魔力支援 并与凡人王国 展开外交等等一系列行动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游戏不仅提供了一个充满魔法和策略的世界 还鼓励玩家通过不同的选择和行动来塑造自己的游戏体验 如果对魔法冒险和策略游戏感兴趣 那么本作80%特别好评 值得一试